大家好,你们ChatGPT免费版有联网功能吗? 那为什么我的就有?而且还是免费使用的,好奇怪啊,不相信吗? 我测试给你看,我输入最新iPhone手机。 大家看到了吗?它这里显示的是2021年9月份。 PPT还停留在2021年。 那我打开网络同步功能,看看会怎么样。 我再次输入最新iPhone手机。 你看很明显不一样了。 这里显示2023年5月22日,那就是今天日期。 那就证明网络同步中,那怎么做到的呢? 关注我,每天分享电脑方面相关技术。 感谢你的关注。 其实方法很简单。 大家看我的操作。 首先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。 点击右上角扩展程序。 再点击管理扩展程序。 点一下。 再到左上角三条横杠处点击一下。 选择下面的打开应用商店。 在这个搜索栏这里,我们输入WebChatGPT。 这里就会出来三个选项。 我们选择中间这一个,可连上网络访问互联网的ChatGPT。 点一下。 出来添加至Chrome。 那我们点一下。 再选择添加扩展程序。 这个时候它自动跳转到GPT的官网。 下面就会多出来这些功能。 这一个是联网功能。 那我们要想联网的话,必须要把这个打开。 我们打开。 这个时候已经成功联网了。 我们再输入最新苹果手机。 你看,它显示2023年5月22日。 那就代表它的同步功能已开启。 如果你的ChatGPT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错误。 请你看我昨天发布的视频。 视频里有解决的方法。 大家学会了吗? 我是个很爱帮助别人的人。 点个关注,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评论区给我留言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